祝父亲自及圣神子民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慕容 与你们同在 圣神的慕容 我们这个新教师 已经七八百年的时间了 全国各地有点草生 生下来之后你过去一个传统 第八天就临时封教了 以前没有教堂 为什么没有教堂呢 这个日本贵子侵略中国以后 把咱们的教堂 村子的房子全烧了 六十年代初 就是四香炉香也好 什么也好都要记错嘛 那个时候既没有汤也没有汤 也没有汤 如果是新教的 那么就得到政治上的启示 那我们就得到政治上的启示 当时我母亲那时候 我母亲那个九十四次的 本是我老家人 敢让我信不让我信的 你不是讲究信仰自由吗 是不是 对 这个没有汤 我自己在家的年纪 去哪 一八六年 改个开放以后 这重新都改善教堂 也就有了汤主神父了 又恢复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新疆生活 开开放以后 每个 每天我们这个 直到现在 这一种就穿过 早上晚上有什么没什么 就都到汤里祈祷 你就拿整个这个 中国大陆来讲嘛 是吧 那么天主教的这个 这个 嗯 在这个人数比的 那是相当低的 从这个这个 意识形态当中 依然中国还是一种 这个无神人为主教的 是吧 对 嗯 我过去也当过干部 甚至于我我已经这个 到那时候是公事 现在是相 他相当技术干部 因为年轻在这种 这个政治环境下 提出确实事业 进步过来那种 这个这个五十岁那种 关键去了 是吧 是吧 而且是学 八十四列宁 读一的书 学茂图重思想的书 过那个时候啊 还有点名气 序列好是奔利 还有这个问题 有些啥事你还找我 是不是 可能是我也是作为这个 进去当干部的一个妙子吧 还是咱们村就是奔村的加油 反映到这个向南伟一句 说是我已经参加宗教活动 这就是向南伟一找我 找我之后最后让我选择 我选择我只能选择信仰 我就推了打 那是八十年代的 从现在来说的话 国家的政策也好 这个态度是非常开放 你做你个人来讲 你就是这个心不心事 这个绝对不受到这个歧视 也不受到这个这个 也不受到歧视 也不受到这个什么 那您儿子女儿是党员吗 不是 他因为有这么个问题 目前还是在 那个 您要是入党员 是吧 你也得放弃新疆 你要放弃新疆 你就不能入党 我想这种情况 还是有的 将来会不会消除这种情况 会不会很快 你要说是 哪个 从心目当中 对共产党有敌意 没有 一点敌意都没有 在这个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 或者是在所有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没有共产党是这么一个新疆国 中国人是不是也不会这个这个 有一种自我当家这么弱人的一种什么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真正真善美 还是主耶稣基督 他解释 如果要是他不要就我选择你 我可能有心教 有神党员 那一样人来 那一样人情 就有天主空灾 祢祝你生怀 让我们先找一体 融为一生 让我们的家 永远坏鲜 无主圣训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 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能不能让我们作为 作为 麻烦 福 静 废 隔 收